观众朋友们你好 我是老挝股信 欢迎收看3月19号礼拜四的原住民电视台五件新闻 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核废料的议题 经济部最新公告 澎湖的望安跟台东的达人乡的南天村 作为建议候选核废料的场旨 不过经济部也强调说 最后还是会举办公投 在获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之后 才会新建核废场 至于为什么会选中这两个地方呢 经济部表示说 是经过各方的评估做出来的最后决定 而我们原市记者持续追踪 对于林选小组他们考评的标准跟原则 也透过原市公开让族人了解 经济部在97年8月29号 公告将离岛的澎湖望安 以及原住民地区 屏东县牡丹乡的血海村 以及台东县达人乡的南田村 列为潜在场旨 17号公布地方设信废弃物 最终处置场建议候选场旨 林选小组挑中了台东县达人乡 以及离岛的澎湖望安两个地点 在经济部公告的建议候选场旨 林选报告中 针对三个潜在场旨 以涉金因素 场旨环境因素 以及工程技术因素 三个面向进行优加两可 四个等地评估 在涉金因素中 分别针对土地取得 人口地方产业与区域发展 四个面向 以私有土地少 受地医院高 人口密度小 聚落离处置长远 以及产业人力 工商服务业总额低 为诉求进行评估 场旨环境因素考量的项目 分别为天然资源 自然生态环境 文化环境 企图影响 施工影响五个面向 以天然资源文化环境 具发展观光潜力 珍贵稀有物种多 企图量少等因素 作为主要考量 而在工程技术因素上 则考量地值 施工时程 工程成本 接收港条件 安全运输风险 紧急应变 场旨监管与再利用等因素 综合了涉金 场旨工程技术三个面向 离选小组做出综合评估 各项目优等的总数 台东县达人乡有九项 澎湖望安十二项 屏东牡丹八项 临选小组 依据各项考量评估 召开临选小组会议 针对各个场旨进行投票 最后台东县达人乡 与澎湖望安乡 因为达到三分之二委员出席 三分之二 临选委员同意标准 成为临选小组 建议候选场旨名单 将在公告三十天 也就是四月十六号后 进行核定公告 一旦公告之后 有可能只有其中一个地点 通过核定 也有可能两个地点 同时通过核定 届时所属的县政府 将针对核定通过的候选场旨 进行全线公投 如果公投前置作业协调顺利 进行公投后 将会产生三种结果 如果投票人数 未超过全线人数二分之一 则公投不算成立 如果公投人数 超过全线二分之一 且同意票数过半 公投通过将进入 为期三十个月的还评后 投票场就可以新建启用 如果同意票数 不超过二分之一 则公投不通过 三年内将不得再提出 相同地点作为候选场旨 记者整理报道 台电表示说 是由当地的居民来公投 决定到底要不要接受核废料 那么公投是由台电来推动的 我们的记者也发现 台电真的是非常的积极 目前正在部落走动 准备公投的事宜 不过台东县政府就说 台东县的公投自制条例 去年11月送到议会去审查之后 就被驳回了 依照规定今年不会再送交议会 所以公投最快会在明年才会举办 低放射性最终处置场建议候选场旨公布之后 接下来将进行公投事宜的准备 负责推动公投的台电台东营运处 已经压紧脚步进行宣导及说明 而对这样的发展 县府也十分关切 现在的一样 我们还是会在村里 甚至爱家爱户来做 比照公投法来办理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办公厅会 所以将来的话 也会办大型的公厅会 根据地方设信废弃物最终处置 设施场址设置条例规定 需在公告之后一定的时间内 在候选藏之所在地的县市 办理地方性的公投 因此能不能搭上今年底 县长选举的列车 台电认为时程上会来不及 接受 愿意接受核配料的 最终处置厂 厂子设置在台东 这个必须有权限的宣明来做决定 县府表示公投自治条例 在去年十一月 已经送交议会审查 不过在送程序委员会时 遭到退回 依照规定今年 不会再送交议会 因此未来会不会改由 中央主管机关办理地方公投 收到关注 记者搞入 台东采访报导